原警巡邏 看到有人沒戴安全帽 伸手要他靠邊停 沒想到 等一下 機車後座乘客 像是看到鬼一樣 直接跳車 往反方向逃跑 警方開車追 男子前一擊之下 跑到小巷 還腿軟摔倒 在地上翻滾一圈 最後穿過塑膠網 逃進高架橋下的停車場 兩人八腿狂奔 追逐近一百公尺後 男子再度重心不穩 這下終於沒力了 乖乖趴在地上 束手就擒 三號下午後龍轄區 警方巡邏 經過中華陸與中榮街口 發現二十三歲汪姓男子 沒戴安全帽 竟然心虛跑給警察追 原來男子是一名在逃的通緝犯 見景心虛才逃跑 汪姓男子三月中旬 才因為酒駕被通緝 結果在第十五天的下午 跟朋友騎車 想到市區閒晃 正巧遇到警方還是被逮捕上銬 記者彭志銘許聞李雲傑 苗栗報導 這裡頭跟一般的XO醬不一樣 就是他用料食材真的是五星級 其實就是你可能燙個青菜 然後你就加一點干貝醬 或者是炒飯的時候加一點干貝醬 其實就很夠味了 來五星級料理到快點夠就可以買得到 有需要的朋友 歡迎大家可以一起來分享資訊了